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enny 我今天來跟各位聊 霧燈的安裝 首先大家在採購霧燈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 我的霧燈要有多亮 我的霧燈打出來能夠照多遠 光型光束有多漂亮 然後就像你在買耳麥的時候 你的考量點也是 我的耳麥通訊距離有多遠啊 然後功率有多大 電池續航力有多久 可是以真正使用面來講 還有我們這個業者親自在安裝的過程中 我們要看的點 其實都不是各位要想的 比如說這個霧燈 你儘管挑了外觀造型非常美的產品 不論是電路也好 不論是它的CNC車工也好 你挑再漂亮的產品造的再亮 可是怎麼樣呢 如果它的耐厚性不佳 淋個幾場雨就掛了 還是裡面起霧 請問你那麼漂亮的霧燈 有那麼精美的外觀 然後呢 就好像我剛才講的耳麥 如果淋了幾場雨 它就掛了 動不動就被干擾 你的功率再強 通訊品質再好 外觀設計的再漂亮 通通都是一無四處 那今天呢 我來跟各位介紹這一個是 鋼彈K3S 這個產品喔 它的量不夠 而且重點是它的體積非常小 體積小就有利於你安裝 不論你是想要安裝在什麼位置 比如說安裝在前輪的附近 固定在前叉上面 還是在保桿 甚至固定在龍頭 只要它的體積小 你的安裝就不容易有問題 而且不會影響到它的整體外觀 那再來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它的施工過程好不好裝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有這個影片喔 可以來見證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 它不要破壞原車的線組 讓你原車的電路呢 還是很安全 都是原廠的設計 沒有經過這個外力的介入 這種安裝呢 才是一個我們這個業者呢 操作起來也好 客戶使用起來也好 最安心 最放心 好我先來帶各位看一下 這個鋼彈Pro K3S 它的這個盒子打開以後 裡面有哪些內容物 來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燈體居然只有跟我的大拇指一樣 開關模組 這裡面就是這個線材的部分 它的規格我稍微跟各位解釋一下 一顆40瓦 兩顆80瓦 已經是幾乎是要達到汽車的規範 當然摩托車的亮度又比汽車再小一點 所以基本上這個亮度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講說這個線組特別重要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線組幫我配好了 我施工就很簡單 這樣的一個線材 我只要把這邊油箱殼拿掉 對不對 我從電源這邊接出來 這安定器埋進去 然後呢 我的手把 開關模組 做得非常的精美 還有這顆CNC的燈 這兩樣東西 總代理給我的承諾是 他們都已經進過泡水測試 所以 以任何的店家來講 不論你是要 裝載速克達 裝載重機 它的線組 什麼這些都幫你考量到了 所以對店家來講也好 對消費者 你要是以DIY來講 是不是很方便 好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線路走的部分 並沒有太複雜 只是每一款車 當然它走線的方式會不盡相同 但是 你可以看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去破壞到 車子任何的部分 那基本上因為它 線組適當 就是設計的非常得宜 所以 也不會太長 太長太短 需要接需要剪 那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記得你在安裝的時候 把這個 接頭的部分 留在外面 那以後這個燈體 如果有問題 總代理這邊有提供保固服務 假設燈體壞了 那我們在外部就可以 直接進行更換 你不要像現在整個車殼都拆掉 這叫預留伏筆 所以你在安裝的時候 記得把接頭先留在外面 隱藏起來就可以了 那其實在它的套件裡頭 已經附了很多的這個 應該講說固定座 那每一種車固定形式不一樣 我剛才在前面就已經有提到 有人要固定在輪子 輪軸心 然後呢這個前叉 或是從卡鉗 從這個前吐槽 延伸出任何的位置 發光燈其實都可以 靠你自己的去想像 甚至把守 那以一般重機來講 我們會在保桿的部分比較多 這個轉接座呢 廠商已經有附給你了 在我們套件裡面已經有包括 那我剛才提到 就是說因為你的管徑大小不同 可以事先跟廠商說 你大概需要什麼樣的尺寸 那第二點就是 比如說這是電鍍的 我可能不喜歡廠商附的是黑色的 我要改成電鍍 那可能再另行購買 這類型的支架非常的多 你只要考慮到 角度的問題就OK了 然後事後安裝好以後 不要全部鎖緊 我們最後再從這個晚上的時候 把這個光速做一個校正以後 再把所有的螺絲 固定螺絲鎖緊就可以了 好我們現在看到 它原車線組裡面的 電源供應線正負期 就直接鎖電瓶 這非常簡單 而且它是提供這種 開口式的這個插PIN 直接螺絲放鬆 這個PIN推進去 鎖緊就可以了 它這裡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從開關模組 從這個開關模組 這裡延伸出來一條 ACC的應該說 ACC鎮電的線 那這條鎮電的線 是用來啟動它的系統的 也就是說我鑰匙關掉的時候 ACC沒有電的時候 這條也會送一個訊號回去 那它的這個控制呢 計電器控制的部分 就會把電源斷電 因此它沒有漏電的問題 以後你車子如果漏電的話 就不是從這個燈上面去流失的 那這條感應線呢 通常以我們施工來講 我們會去攔截 保險絲盒裡面的一條線 各位要知道就是 我們車子裡面的電源供應 除了電力使用之外 它還有很多的電線裡面 還有走這個電位差的訊號 給FI系統的各個感知器 那包括脈衝 包括類比訊號 包括數位訊號等等 那這些線都不能亂撿 所以呢我們會從保險絲盒裡面來抓 那保險絲盒裡面 你稍微對照一下英文 以我來講 我的習慣會去用燈組的部分 的保險絲去攔截那邊的電 那看一下這邊就是 它有這個什麼signal 就是方向燈啊 或是保險絲 但是你切記喔 不要去拿這個 點火跟公油 比如說汽油幫浦 這個電是不能夠去拿的 那我現在預計拿的是第三個 就是方向燈 那我們的方向燈燈組 是包括一些小燈 那全部都在裡面 一二三第三個 那我去攔截這個的電出來使用 好 那過程很簡單 我們把這線線撥出來 好 那過程很簡單 我們把這線線撥出來 我們只要一個正電的訊號 然後把保險絲插回去 切近 安裝都沒有問題 反正是要插到不 好 其實這樣一個電源攔截的訊號就完成了 其實它電的部分就是這麼簡單 安裝就是這麼快速 剩下只是我們剛剛在做的一些埋線的動作而已 這個鋼彈Pro 它的注重的細節 你看連這個插頭 它都是有這個矽膠 在那邊可以提供一定的防水性 那像我們重機的部分 就是很多的接頭都會有這個防水膠 防水膠條 那它插起來之後呢 才可以避免到時候它漏電 或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我要特別提的就是說 它對於這種施工 應該講說它產品的每個細節 它其實都蠻講究的 這個是我對於它 給我們這個產品 算是一個最大的信賴度 一個保障 然後插上去之後啊 你記得就是 我們要龍頭四打 左到底右到底 這個線都不能有任何的拉扯 然後你把這個開關先買在外面 就我剛才提到一個重點 把開關買在外面的好處是 以後有問題 直接從外部更換就可以了 到時候你不用在那邊 東拆西拆的 然後變得很麻煩 這一點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記得 把長度都徹底的留好 然後左右自己龍頭打打看 測試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把線呢 最後把它固定起來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測試過 功能是正常的 那就可以開始做收尾的動作 那很多這種多餘的線啊 其實把它收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它的這個控制器 整流器的部分啊 盡量不要把它 雖然它有很棒的一個防水 可是我們還是把它收在 比較 算淋不到雨 淋不到水的地方 把它固定起來 這個收尾的動作很重要 不管是重機或是速克達 那以後 它 要移位置啊 或是怎麼樣 有任何變動的時候 才不會 影響到其他的部分 好 我們整個安霜過程 其實 都已經 算完成了 剩下就是把殼鎖回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對這個車的 應該講說構成很熟悉的話 或是你是店家 來操作的話 我認為一般在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就30到45分鐘之內 60分鐘之內 就可以完成 那以店家的角度來說 你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成本 因為該準備 他都幫你準備好 那如果是DIY的客人 最重要一點 他都幫你規劃好 你不會突出 也不會犯錯 不會把原車的線路破壞掉 然後或是傷到什麼地方 我覺得這一點 在他產品規劃跟設計的部分 非常的 應該講說非常的用心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選擇 以他的產品 作為我們目前 這個霧燈 應該講說推廣 販售的一個主力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